展现创意与年轻的活力 跨越50周年的宇宙光全任关怀机构 在10月6号的演出 不单单有百人大合唱 爱心合唱团 诗矿之音雅籍国乐团献诗 还结合了文字 影像及动画 述说宇宙光的故事 所有的同工 一起来庆祝这50年 其实我们就是神荣耀能力的见证人 而我居然能够站在当中成为一员 无比的开心 我们也盼望宇宙光能够持续的 不断的走下去 三个五十 四个五十 那我们呢 试矿之音雅精 也能够跟随着这样的脚步 能够为主发光 宇宙光五十周年之后 我们百人也进入第29年 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维持唱歌的热情 传福音的热情 我们也更希望有许多的心血可以加入 宇宙光运用文字侍奉 音乐戏剧 辅导关怀 历史研究 在世界各地撒下福音的种子 而且透过爱心送炭 跟其他福音机构同行 我们跟宇宙光啊 有一种可以说是有革命情感 看着大家都是从无到有的一个机构 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宇宙光也是这样 什么都没有 但有一群的爱主的人啊 大家一起示风一起服侍 非常的感动 十六岁的时候 其实也就透过宇宙光的这个 艺术的这个平台 福音也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让我也能够做出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决定 那我想也期望在未来宇宙光 在他们许多的服侍当中 也能够真实带领更多的人 来认识耶稣基督 走过五十年 宇宙光呼召每一个经历神的人 一起走为主发光 让宇宙光的故事永远说不完 以上事故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导 小冬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